欢迎收看管剑新闻 我是管中翔 管剑新闻是要帮我们的读者观众 整理出在台湾 在过去一个礼拜重要 但是可能会被忽略的一些社会的大事 或者是我们要试着从不同的观点跟角度 来跟大家讨论这些我们觉得重要的社会议题 不过在进入这个礼拜的管剑新闻的内容之前 我们要稍微帮大家补充介绍一下 在这周的这个灿烂时光会客 是我们的这个来宾寇丁 我们跟大家谈了两本书 一本是跟民主 一本是跟自由有关的这两本书 那寇丁丁其实我们都叫他寇姐 或者有人会称他叫做寇子 那他其实是在中国非常知名的 这个NGO的工作者 也是一个自由作家 同时也是因为也是这个这个纪录片的独立影像的工作者 那他其实在中国长期推动有关于草根的民族 在我们的这个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当中 事实上有跟大家介绍了一些 那但是因为他从事的这些工作呢 也使得他曾经被这个被路肩服刑 那特别是他也声援了这个香港的 这个所谓的占领中环 这些相关的社会运动 所以呢他曾经被关到监狱里面 后来辗转到了台湾 在台湾的宜兰定居 然后开始过了这个所谓的农村的生活 那虽然过这个农村生活里面 他其实也在这个社会当中 对于民主对自由有非常多的这个体悟 那所以他就写了这两本书 不过在节目播出之后 他可能就要回到中国 那我们也祝福他在这个回程呢 真的都能够一切的顺利 那如果还没有看灿烂时光会客室的朋友 可以赶快去找视频来看 谈我们来访问这个扣炎丁扣姐的 这样的这个这两本书的这个介绍 好那在这个礼拜的管界新闻当中 首先要跟他谈的就是香港的 这个反松中运动 那就像我们在之前跟大家提到过 这个反松中的主题似乎已经越来 越不是那么的被关注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 最近这一两周香港的这些青年的朋友 或者这些社运的团体 或者这些也不是一个是一个明确的组织 一个所谓的公众的行动 其实也开始进入到一些比较社区 例如说到很多的这些地方 例如说大谷去贴了这个连龙墙 那连龙墙其实就是那个约翰蓝龙的 那个香港的这个所谓的名称就是连龙 那这个连龙墙事实上是因为他们有写了 蓝龙他们有一首歌 就是说Image就提到了很多很多的想象 所以在雨伞运动的时候 其实就在京中那一带就开始出现连龙墙 而这个其实也慢慢的散布到台湾 在中国的各个不同的这个地方 那当然这个连龙墙也产生了一些这个冲突 在香港可以看到有些人 他们其实是在捍卫这个连龙墙 希望透过连龙墙来去表达 他们的一些在这个香港的各地 那当然有一些所谓的反对者 特别在香港称之为蓝丝的这一群朋友 那或者是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些被认为 认出的是所谓的这个警察下班之后 去去去反对这种做法 所以爆发了非常非常多的冲突 那这其实已经慢慢的介入到一种所谓的 你也可以说是一个社区战 或者是一个巷战的这种状态 不过这个其实也很有趣 它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它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大型的大台 而是把这个所谓的斗争 把这种所谓的抗争 或者是把这一种所谓的疫情 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日常生活里头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包括昨天 这个所谓的到上水去光复上水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常常会有很多的 所谓的走私客啊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大陆客会在这里聚集 那对于当地的生活 其实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不方便 那也到他们生活去带了产生了困扰 我事实上也到上水的一个地方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就是如果大部分你到香港 虽然这个搭地铁人很多 但是大部分人来讲一刷就可以过关 可是你到上水的一些地方 你要去搭地铁的时候 其实我的经验是要排队排很久 因为很多人都是大包小包 这个大包小包 其实他就是在带东西回到中国去卖啊 或者是透过一些方法要把这个香港的一些 像早期是奶粉嘛 带回去卖 那所以带回去使用或者再转卖 那所以其实就会塞车或是排队非常的严重 那我在想说我如果是一个当地的居民 我应该也会超不开心的 因为原本都很方便的进出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所以其实在雨伞运动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开始有一些 这种所谓的抗争啊 这其实有非常强大的两个面向 一个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被干扰 另外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包括自由行啊 这些所谓的很多的中国的朋友 到了香港之后 其实产生了一些困扰 那甚至也开始出现了一些 内饰排他主义的这个现象 那这个其实是在这场运动当中慢慢发展 而且值得我们要特别关注的 不过除了这些这种所谓的转向社区的 类型之外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要去 值得要去关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越来越多的警察暴力的出现 这个警察暴力其实已经 很多时候就明明那个运动已经结束了 或是那个集结已经结束了 可是警察就开始在打人 而在打人的时候其实哇 事实上你会发现已经完全没有一个自制的这种行为 或是这种所谓的自制的能力 就开始真的是杀红了眼了 所以很多人即使他举起手来说 他是某种的投降 或是我没有任何的攻击的意图 警察还是继续的喷这个辣椒水 或甚至直接用这个警棍直接的殴打 那这抗得让人家非常不舍 也让非常多的人 所以对这种所谓的执法的状况是很不满的 那这种做法其实我觉得已经不是在维持秩序了 林郑香港政府 甚至中联办都要去好好的想一件事情 这个其实不是在维持秩序 甚至你恐怕也没有办法 达到你想要做的这种所谓的维稳的这件事情 他甚至已经是在制造未来的敌人 就是当香港人看到的这种所谓的镇压的这种行为 或甚至这种无差别式的这种所谓的打人的这种状态 那个情绪是会更高涨的 这也是让人家比较担心是在反送中运动之后 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发展会不会是越来越冲突 越来越暴力 其实越来如何会不会越来越这个所谓的不可收拾 这是我们值得要在进一步关注的地方 而这些被打的这个群众当中 其实也包括了记者在里头 那包括之前也是啦 7月13号其实也有多名记者 在这个上水的地方 记者明明就穿着 印有记者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背心啊 甚至也去这个表明自己的记者的身份 还是还是一样的被打 所以在今天也是7月14号的时候呢 香港的这个传媒界有7个传媒工会组织了一场游行 这个叫做停止警报捍卫新闻自由 然后新闻界静默游行 而在7月7号的那一天 其实香港每一年都会发表他们的年度的言论自由的报告 那7月7号那一天其实也发表一个叫做 红线扼杀自由的这个所谓的报告书 其中的一段它是这样写 它说过去一年指的就是2018年啦 可说是回归最后最差的年份之一 这属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回归之后言论最差的年份之一 那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5月初 在今年5月初发表的项民意调查当中 这边提到说香港所有的10项自由指标都比前一年还要下跌 这些指标包括学术研究言论新闻出版和结社等等的自由呢 下跌到什么状况 是1997年以来的最低点 而最近这几年在这一阵的发生的这个逃犯条例的争议呢 也让香港政府在践踏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上面是越来越明显 在后来也提到了警方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粗暴的言行 那让香港的记者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满 那我想香港的记者其实是有一定的专业性 特别是在这一种所谓的报导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他们还是会站在一个所谓的客观性的距离 来去做这个所谓当下的报导 但是有趣的是在这一次被打的这些人当中 其实这些记者当中有些都还是比较所谓的香港的左派的媒体 就是比较亲中的这些媒体的记者也一样被打 所以你会发现不管他是不是亲中 或者是他是站在一个比较自由派 或是相对站在一个报导时 相对比较站在一种所谓的客观性距离的这种方式 他几乎都被打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对新闻自由非常非常严重的伤害 而去年其实应该讲最近这几年香港的新闻自由度 其实都是在下降当中 而今年的这个指标针对去年的言论自由报告书 都说是1997年来最低的 那我想在这种局势发展下去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应该会是在往下谈 到底有没有底其实是不知道 这个可能就要看香港的人 包括民众或者是这个传媒 还有这个国际社会怎么样去支持 或者怎么样去维护去捍卫这个本来就应该要的新闻自由 好这是我们在这个礼拜也稍微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香港最近的一些发展 那除了这个香港的议题之外长荣航空的议题也是我们持续要关注的一个新闻的话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长荣航空郭姓空服员在罢工结束后 在LINE群主放话电报落跑空服员 余飞机餐加料 长荣航空以重视非安为由将它开除 网路舆论有人力挺也有人质疑是秋后算账 有律师认为郭姓空服员若能谨言慎行 当然不会留下把柄 但公司还有调职地勤 寄过等方式可以处置 直接免职其实有违比例原则 你说他影响非安 好这算是长荣这样子的论述是成立的假设 那问题是长荣本身他有很多的职缺 那你如果觉得他影响可能会影响非安 那你可以移送地检署侦办 那在调查期间先把它转成地勤 律师指出劳方可寻求的救济 包含申请地方劳动局调解 或向劳动部提出不当劳动行为裁决 也可采取民事诉讼 义公会法第35条主张劳工参与或支持争议行为 不得遭到解雇等不利待遇 水者和人权团体则是点出罢工期间 网路上针对女性的酸言酸语也特别多 例如PTT网友会用公主封女人 甚至母猪等字句形容空服员 女性劳动者在协商过程除了得面对 态度强硬的资本家 也得面对社会上的厌女情结压迫 在罢工的期间有非常多的一些厌女 或者是一些对他们诋毁的一些言论 那个社会的声音其实太从那个道德 一个很高很高的严峻的道德标准 长荣空服员在2016年 梅基台风应非事件遭外界质疑罔顾飞安 此事件也促成员工团结争取权益的起点 三年后该公司的女性劳动者 发动长荣首次空服员罢工 但也因踩到飞安红线 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劳资对质没有停歇 关系能否修补人备受考验 记者黄金郭俊玲台北报道 好这则新闻其实是比较站在一个 比较性别或者是一个比较威权的 反省这个所谓威权管理的这个角度 我提到了很多 不管是网友也好 或者在管理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还是有一种丑女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大概也可以从一些 除了网民的一些发言 或者支持或者反对的意见当中 可以看得到之外 这个包括过去长荣航空 只有去征聘应聘 这个所谓的女性的这个空服员 那在这个相关的规范当中呢 其实也不认为他们应该可以组工会 不准工会的成立 事实上这其实即使不是所谓的丑女 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家父长式的 这种管理的方式 那看起来长荣航空的这个争议 好像是暂时告了一个段落 但事实并不是如此 因为还是有空服员 因为他在自己的这个私人的 在这个赖群组当中去发表一些言论 而被长荣去听 这个所谓的去警告 或者是他要去 这个甚至已经把他免职了 那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一个 纯粹的管理的问题 这绝对是一个言论自由 受到非常限制 大的限制的问题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看到的是 这个群组里头 有人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谈论的内容 不管他是不是一时的气氛 或是开玩笑 或者真有其事 把他传到了这个公司的群组 而在这一路下来 你就会发现一个 我自己都觉得一个非常有趣 跟奇妙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一个公司会不断的要去制造 或者是说挑起一个公司内部员工的 这种所谓的对立了 如果这个对立可能是一个管理之间的上下关系 我觉得大概还可以理解 可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地勤的这种情绪也是被挑起来 当然这一部分会跟这个空服员的 这个被认为是突然的罢工是有关 可是你会发现在这地勤的过程当中 也是有主管这个介入到这里头的 在扮演的某种的角色 而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空服员的 在赖群组里头的讯息外泄 其实你也看到的是一个 不断在去强化那个对立的状态 那这个其实是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匪夷所思 而且我们在过去也跟大家提到说 从管理的角度来讲 这也是让人家觉得 哇这个公司真是太奇妙了 就是大家都巴不得一个公司能够和谐团结 可是你用这种排除异己 甚至是制造对立的方式 我都不晓得你这个公司未来要怎么去经营 你是不是能够还持维系你的营运 或者是每一个记录到你的公司工作的人 都会非常战战兢兢 而不敢真正的去表达他自己的意见 或者是其实不敢去对公司提出有利的建言 因为他很害怕说我讲的这个东西 我其实是为了公司好 但是我会不会被要备给这个所谓的出卖了 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公司的组织文化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利的事情 好那除了这个空服员的这个后续之外 大浦事件看起来有一些关联的后续事情也发展了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则报导 这是苗栗大浦传画区内大浦公园附近的人行道 四张提供民众休息用的长椅 几乎都被杂草包围覆盖 这里面有吗 有 这个都有 在哪边 这边 然后不断惊喜出现又来了一张 完全都会这个草掩埋在那边 长浙这里休闲运动的民众 看到半个人高的草 就算知道有椅子也不敢坐 坐在草里面其实就这样看不到人 这样看其实走这张跟那张还看不到 看得到一点点后面都看不到了 草变长就看不到 是忙不过来还是因为那个钱不够 我搞不清楚 公园蓄水池也长满杂草 已经看不见池水 部分景观设施埋在草堆中 几乎看不见它原来的模样 苗栗竹南镇公所公园管理所指出 整个冲划区广达137公顷 人力不足 草长的速度实在太快 已经派员清理 预估要14个工作天 整个园区啊 整个园区都能行到吗 那你有没有才发现这个有些草坚高过那个 有啊 我们正在这儿 苗栗大浦重化区正是当年大浦事件的发生地 2010年开始引发一连串的农民抗争及公民运动 也历经了2013年的张药房拆除事件 2018年张药房原地重建 现在大浦重化区内的大浦公园被杂草攻占 民众希望公所能善尽维护之责 才不枉费土地重化的目的及曾经付出的代价 记者欢迎彭万群苗栗报道 好严格来说这个跟大浦事件似乎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联啦 可是你看到这个公园 其实也是在当时所设立的这个公园 然后充满了这个杂草 那我觉得这里反映了两个事情 一个是你会发现这个整体的规划其实是出了问题 那当时这个公园规划可能是跟大浦这样的一个开发 会有一些关联 可是在这个所谓的后续的维护上面 大浦工业区没有盖了 那你就不管了 这也是非常非常奇怪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觉得我可能要从一个地方政府角度来说话 因为台湾的地方政府说实在那个国家的预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低 特别是像不是那个所谓的一线的城市 不是那个六都的城市 这一种所谓的道路的维护啊 或者是这一种所谓的清洁的工作 常常都是要靠社区的民众自发性的这一种所谓的帮忙或是参与 例如说我自己住的这个民雄这边就有很多 包括像丰收村 他们的村民都会自动的去帮忙扫地 那或者是甚至会去把路上的一些杂草去砍除 那这个当然跟一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社区参与有没有关 另外一部分也会跟地方政府在这个所谓的预算的编列上面 它够不够充足是有关的 可是虽然是地方政府有一些它的局限 但是如果整体来看苗栗假设当时这个这个所谓的工业园区做了 那或是工业园区整个做好之后 那地方政府有没有办法去做后续的维护 中央愿不愿意去做后续的维护 这恐怕也是另外一个在这个事情上面 它所凸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好了这个工业园区做好了 或者是这个所谓工业园做好了 然后呢然后你后续的维护是怎么样 你后续的规划是什么 你会有一个长期的这种所谓的 不管是在营运的部分 或是在空间的设计维持的部分 都有一些该做的这种预算的编列 这个B算的编列到底又是多少的经费 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最后一则其实是跟文化大学推广部的抗争事件是有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要就看帮佩平好好 大両改过完工大工会进行 向来都是终身学习件领头洋 为什么我们一年之内变成要惨亏武艺啊 我们这一批十个被他资钱的员工 还有很多都是非法资钱的案例 那在绩效考核的内容上面来讲 虽然是中上那所以就是在一种完全没有约谈 那就是突然收到了这个 在顶礼拜文化大学发生 因为材贸共产出现旧亚的抗争 买大両主権提供交友部的完工 背后材质 比主権的完工各行会干部到交友部抗议 表示好好担心旧亚的抗争 但是去年7月开始 离退100多人 所以还有新品车80多人 哪有亦没有金属 我来看在这段两年的财务 人数费用减少45% 但是退休服务只减少1% 所以是倒不下 如果学校真的在财务上 真的有不法的情形 是可以以私校法的规定 来扣减招生名额 或扣奖部住管的这个陈属的规定 交友部支出 会请努动相关单位协助处理 就在部方便拿受危惧 也依照顺合法来处理 文化台下是前一天发文说 并没有当下工会 就主権的工会干部 是因为这个单位并没有设定的必要 才会这样处理 离担队好好团出的头控案件 也请监调单位关键处理调查 一直到背后中导致 好好并没有新的会认 记者综合部都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特例 就是很多的学校 其实你会发现 他好像常常会说自己没有钱 可是你去看他的财报 看他的预算 其实又未必是如此 那会有这些财源 会有这些所谓的优退 或者相关的做法 其实已经越来越像 一般的公司 就是我要去节省成本 我要把那些对我来讲 成本比较高的这些员工 把它弄走 但是我另外再批新的 年轻的相对他的薪资是比较低 或者相对他要去提拨的这一种所谓的经费是比较少的这些员工 那这反映出这个大学教育越来越商品化的问题 那我想政府其实是不是愿意去做 一直让人家觉得很怀疑 不过从高教工会接触到各个不同大学的教职员经验当中 跟我们的这些教职员愿不愿意透过团结的方式来去保障自己的工作权 甚至争取更多本来就应该要给的这一种所谓的薪资 这样的一个努力都是非常非常有关的 那我们也看到文化大学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也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敬佩 因为特别是在私立学校 你要出来抗争 你要出来表达意见 其实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这跟一般的公司差不多是同样的道理 可是作为一个教育机构 恐怕我们不能够用一般的商业公司的角度去看待它 我们不管是在经营也好 或者是在理工的成功 这个所谓的成员也好 很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教育机构 教育机构是有非常大的这种所谓的示范作用 以上这是这个礼拜的关键性 我们下礼拜公众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